歡迎收看 《健康動讀室》 大家好, 我是郭德欣 黃醫生在這裡 黃醫生, 上一期節目 我們推薦過一個比較清補的湯水 對於考生的複雜 的確很有效 但有家長的提問說 你們介紹的湯水 有時候會偏溫 有時候會偏涼 有時候會偏涼 他們應該怎樣去選擇 會比較好一點 這就要根據季節和個人體質的選擇 例如同樣在夏季 體質陽性陰稀的考生 在高強度的複雀之下 容易產生熄火 特別是熬夜做各種模擬室體 可能會出現失言多問 心情環照、長著瘡等症狀 並伴有駝音、眼花、記憶力下降 學習效率低下 其實我知道很多家長 看見自己的子女都會很緊張 一急就想怎樣幫她們補身 於是反而會懂得其反 對於這些陰稀、陽性的體質 飲食上一清淡 用清古的方法 今天就給大家介紹一款 既清古不能緩解大腦疲勞的 山藥魚頭湯 有大魚頭一個 山藥100克 海大絲50克 豆腐兩塊 蔥花小許 先把大魚頭去筛、開邊 清洗乾淨 然後放在鍋裡 煎至微黃色,鏟起備用 接著在鍋裡加入適量的水 放海大絲和山藥 等到水煮開之後 再放入魚頭和豆腐 再轉中火來煮20分鐘 加上鹽和蔥花 這樣就可以飲用了 大家都知道 一坨營養膏口味好 重要的是 它含有人體地區的卵粘子 和不飽和脂肪酸 卵粘子也就是我們所說的 腦黃金 可以提高和改善大腦機能 因此有多次一坨 使人聰明的說法 選擇魚頭的時候 我們建議選擇用魚頭 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 半頭魚和大頭魚 用魚屬於高膽白、低脂肪 低膽固醇的魚類 魚頭比較大而肥美 不單是肉質細嫩 還具有補虛藥、暖脾胃的功效 山藥出了有補皮、養胃、補腎色精等功效 現在研究還發現 它能通過誘導人體產生干擾素 從而增強自身原力力 除外,其所含的膽鹼和暖粘子 也有助提高人體激力 所以食用噴嚼精醬 救護耳目聰明 加上這道湯中 會有一個蛋白質含量很高的豆腐 還有很清香的蔥花 可以說有營養、有美味 不過有一點我不太明白我醫生 為何會加海帶呢 海帶中含有鴨黃酸 對大腦花溢和成長 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外,海帶表皮、褐色表層裡 還含有一種促進兒童花溢的鴨黃酸 其含量高出甘油的30倍 作為神經中膚及大腦皮質的補劑 可以健腦、補腦 對於睡眠對於考心來說至關重要 睡眠質量差就會導致精神毀美 反應遲鈍、記憶力和學習效率下降 因此保證充足的睡眠是關鍵 每天應該不少於六個小時 睡前不適宜做難度比較大的集體 要心境平和地入睡 山藥魚頭湯的材料 有大魚頭一隻,山藥100克 海帶絲50克,豆腐兩片 蔥花小許 黃金生提點 如果體質偏濕熱的朋友 可以在湯中加入適量的冬瓜、異仁 如果熱氣偏重的人 就可以加入適量的綠豆 好,一年多期 跟考生一起關注他們 一個飲食應試的食譜 若然大家有興趣的話,提醒大家 在星期六的時間,下午4時40分 我們節目會一連五集 全部重播給各位看 大家可以不妨留意 既然平時都在節目感興趣 可以上到廣市網點擊重溫 同時也會關注他們下方 健康和督修的新浪官方微博 留言給我們 好,今天又謝謝黃醫生的推薦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